你知道吗 在这个世上有一样神奇的东西 能让你变得很健康 很快乐 很有钱 很多高人深安慈悟的使用之道 但是凡夫俗子对它却完全没有任何概念 这个神奇的东西就是能量 如果你对如何通过增强能量 彻底改善人生感兴趣的话 这条视频一定不要错过 我会给你分享一套秘不外传的绝学 生命能量增艺术 你将是首次听到如此全面详细的 关于能量如何改变人生的内容 这条视频里面有很多金子 至于你能不能发现 就看你有没有回根 缘分和福报了 什么叫能量 我用我多年的观察和体悟来下个定义 你看对不对 所谓能量 就是指一种让你身体健康 内心快乐 头脑 智慧 关系亲密 财富丰盛 事业有成的无物质 一种让你整个人具有超凡的吸引力 水浮力 号召力 感染力的无物质 一种让你心想事成的显化现实世界的无物质 看不见摸不着的物质 我把它称为无物质 当然你也可以把能量这种无物质称为气场 磁场 无物质也是一种物质 而且是一种决定现实物质世界的物质 看不见摸不着就一定不存在嘛 其实你看不见的东西还有很多呢 比如阴阳经络 学位 真气 业力 轮回 怨力 风水 正是因为你看不见它们 才不了解它们的威力 在现实世界出了问题 只会在现实世界找答案 找方法 不会用高维智慧来解决 其实这个世界分为上 中下三界 下三界是有形物质世界 中三界叫无形物质世界 上三界是意识灵魂世界 上三界决定中三界 中三界决定下三界 记住只有高维智慧 才能解决人间的问题 无物质世界的运动方式 决定有物质世界的存在方式 举几个例子来说吧 你的爱人为什么嫌弃你 抛弃你 因为你散发出来的能量 不足以吸引他和他共振 你为什么赚不到钱 因为你的能量很弱 弱到不足以产出 独一无二的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 不能完美有效地解决别人的问题 让别人愿意付钱给你 你为什么体弱多病 因为你的生活方式 工作方式无意中损耗了你太多的气血 导致身体气血能量不足 无法供养各个器官的正常的工作 你为什么没有智慧 老是做一些错误的决定 让自己陷入困境 因为你的意识 灵魂里没有植入正心 正念 正念正见的能量 导致智慧无法在心中开花结果 你为什么管教不好你的孩子 因为你的能量没有强大到 让他心向往之 你自己没有能量 活成让他羡慕仰慕的样子 孩子是靠管教的吗 是靠强大的能量感染震慑出来的呀 朋友们 当你心中树立起能量的概念之后 你就初步具备了一套全新的高危智慧 你几乎可以用这套能量分析法 看穿一切人生问题的本质 非常强大 非常神奇 那现在请你记住这个结论 如果你活得不好 一定是没有把能量经营好 能量不足是一切人生问题的根源 这个世界的一切物质和现象分解到最后都是一团能量构成的 你现在的人生状态就是你现在的能量状态的体现 真正牛逼的高人 本质上就是他有一套能量补充和存养的机制 并且通过一定的流程和途径把能量释放出来 吸引显化了让他看起来很牛逼的现实世界 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 心想事成是真的 但前提是你必须聚集足够多的能量 几十吨的钢铁能飞上天吗 能 因为他的航空发动机的推力能量特别大 人也一样 人可以从一无所有到丰盛富足吗 当然可以 你身边有没有那种牛人 像开了游戏外挂一样 在人生的游戏中干什么像什么 做什么成什么 为什么呀 因为他自身携带的能量足够强大 让他不得不顺利 无法不成事 那么重点来了 既然过好此生的主要核心工作就是经营好能量 我们该怎么增强提升自己的能量呢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精微 非常奇妙的生命工程 我的恩师告诉我不要外传 但是我想让更多的人觉醒开悟 像神明一样通透地活着 所以我想无常地分享给你 我下面的话很重要 能不能引起你的重视 能不能让你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 就看你的悟性深浅和福报的多少了 朋友们 能量在人身上有六种运作方式 第一种是你的身体气血能量 如果你这方面的能量不足 就会体弱多病 寿命不长 王阳明在其他方面能量很强 事工丰盛 但是就是身体气血能量太弱 不停地被朝廷公募弟子损耗 57岁就死了 中医奇才尼海莎看病写书 入视频 做培训 收弟子 被工作 事业 金钱反噬 他的成就很大 却也损耗太多 59岁就离奇去世 我评论区有粉丝说 他们是上天派到人间 带着使命来的 使命完成就走了 你可以喜欢他们 但是不要过度美化 其实他们活着的时候 可能比你我更热爱生命 更想长寿 只不过是他们的事业铺开了 身不由己了 被民生利益 受众道德绑架了 裹挟着不得不往前走 他们想长寿 但是做不到了 仅此而已 身体气血能量是最基础的能量 影响你的健康活力 创造性 它主要跟你所处的环境 你的呼吸方式 你的饮食方式 作息方式 节气变化 天体运行 内心情质紧密关联 我强烈建议你学习一下基础的中医知识 或者道家养生知识 再不计也要把皇帝内经学一学 中医知识和道家养生是全新的宇宙体系 你一生都学不到尽头 第二种是你的灵魂意识能量 如果这方面的能量太弱的话 你会非常愚蠢无名 你无法掌控你的大脑 你的业力 你的欲望 你的情绪 包括五毒 六欲 七情 这一大堆东西是你意识灵魂的毒药 它们会牵引着你 迫使你不停地造作 不停地干蠢事 把你拖入困境的泥潭 万丈深渊 很多心理问题像焦虑症 抑郁症 怒怒症 失眠症 拖延症 烟瘾 酒瘾 色瘾 毒瘾 游戏瘾 从本质上讲都是因为灵魂意识能量太弱造成的 啥叫牛人啊 就是它们摆脱了大脑业力 欲望 情绪的控制和影响 如实地看待这个世界 实事求是的按照规律和真理去做事 去为人 而凡夫俗子正好相反 它们是受自己大脑 经验 业力 情绪 欲望的操控 扭曲地看待这个世界 违反着规律和真理去做事 我强力建议你好好学学名人大家的智慧和王阳明的心血 把这两个领悟透了 你的意识 灵魂能量会超级强大 人会变得非常智慧 做事如有神助 第三种是穿戴衣容能量 这个方面能量的缺失会让你措施很多贵人和机会 为什么你看明星们都有一种高级感 因为明星们从头到脚 每一个能被你看到的地方都用心道斥了 头发 眼镜 眉毛 鼻子 牙齿 项链 耳坠 衣服 鞋子 手表 手链 几乎每一个点都在为自己增加能量 请问你在自己的穿戴衣容上下了多少功夫 花了多少时间 精力和金钱 朋友们 从现在开始 你必须把自己道斥成跟你自身行业定位相符的高级感 请记住一句话 有的时候你的穿戴衣容带给你的回馈远剩余你的才华 为什么抖音上很多美女露露脸 做做呆萌的表情就能收获几百万粉丝 因为用心道斥自己就是在增加自己的能量 穿戴衣容可是一门大学问 你重视它的能量 花时间学习和道斥 你将受益终身 第四种是不施输出能量 我说一句很严重的话 你可以反驳我 一个人如果这辈子没有找到属于自己的不施表达方式 建立起自己的不施经济系统 这辈子是不可能翻身逆袭过上好日子的 因为你的功德福报的银行账户里能取现的太少了 不施是一种爱 爱是一种力量 是一种能量 我从未见过一个让众生过得更好的人 他本身过不好 这一生的不施分为法不施 才不施和无畏不施 你可以线下进行 也可以线上进行 你有什么 你擅长什么 就去不施什么 但一定要长期坚持 坚持越久 能量越强 能量越强 你的智慧越多 福报银行账户余额越大 第五种是道场布局能量 你生活和工作的场所就是你的道场 道场的位置互行 装修摆件 灯光声音会形成一种力量 影响你和你的合作伙伴生命状态的上扬或者下坠 你每天快乐不快乐 振奋不振奋 有没有活力 你跟客户能不能顺利签约成交 你的道场起关键作用 如果你了解一些八字命理 子武留住 天人相应的知识 你就会明白所有的天体 星宿 月亮 太阳 地球 山水 房子 物品都散发着无物质 而你的皮肤毛孔在量子领域的视角下 像敞开着的大门一样 所有的物质都可以自由进入 静悄悄的 深刻影响你的健康状态和命运 第六种是商业服务能量 你产品和服务的体系架构 产品和服务的交易完成效率 产品和服务的品质决定你财富变现的能力 有很多人他很有才华 但是他的财富的潜力为什么一直发挥不出来 就是因为被他的产品和服务的体系 品质 效率给限制了 要么不会做产品做服务 要么产品和服务太单一 太单薄 不成体系 要么产品和服务的交易效率太低 要么产品和服务的品质太差 我们经常听到的品牌力 产品力 服务力 其实本质上就是产品和服务形成的一种能量 产品和服务的能量强大到让人不得不买 这就是有些人活在世上从来不担忧赚钱的原因 我强力建议你学习模仿你所在行业最优秀的同行 他们的产品和服务的模式 他们的能量体现在他们的产品和服务上 朋友们 什么是修行 其实就是经营提升以上这六种能量 这些才是真正让你安身立命的善知识啊 身体气血能量强了 你就很健康 很开朗 很大气 很有格局 很有活力 灵魂意识能量强了 你就会很有智慧 很宽容大度 很有理想信仰 不会做蠢事 穿戴仪容能量强了 你就会很讨人喜欢 获得很多机遇和贵人的相助 不是输出能量强了 你就会很有吸引力 好运会不停地回向你到场 布局能量强了 你就会很快乐 很有战斗力 很容易浅淡 商业服务能量强了 你就能获得大量财富 如果要详细讲的话 这六种能量可能要讲十个小时以上 我希望你能持续关注我的抖音账号 做一个在人间清醒的 通透的活着的人 那现在请你在评论区告诉我 人的这六种生命能量里 你的哪一种能量最弱 哪一种能量最强 你知道怎么提升增强了吗 非常感谢你能看完 如果觉得对你有所启发 请点赞收藏一下 让更多处于无名的人看到光 让我们的世界变得更美好 您这次看见 请不吝点赞收藏